武神主宰,第5686章,傻瓜,秦公子,你到底要做什么?这些是守护死灵长河本源的死灵护卫,只要有外来气息闯入,便会遭到攻击,你闯不过去的。 宁木瑶被秦晨牵着手,看到秦晨不管不顾,就闯入到这漆黑之地中,急忙变色说道,你之前应该体会过了。 感受着四周迅速涌来的可怕杀鸡,秦晨笑着道,这次不是有你吗? 有我?宁木瑶一愣,下一刻,他就看到秦晨猛然引动了体内的阳间气息。 哄!刹那间,秦晨身上爆发出来浩浩荡荡的阳间之力,那着盛的阳间气息冲天,顿时如同着热的烈日一般,滚滚流淌而出, 在这漆黑之地赤盛得如同烈日一般。 然后,秦晨大手一拉,宁木瑶只觉得一股距离传递而来, 整个人猝不及防被秦晨拉扯到了他的怀抱之中,然后用后背护了起来。 当秦晨做完这一切之后,几尊死灵石像末地出现在了秦晨身边, 一道道可怕的攻击对着秦晨悍然劈斩而来。 数尊死灵石像的攻击根本必无可避, 秦晨目光冷漠,直接用后背迎向这些死灵石像的攻击。 硬抗! 那漆黑之地虽然距离魔力他们还有些距离, 但也能隐约看到其中的一些场景, 看到秦晨近视直接闯了进去。 而且用身躯去硬抗这些攻击之后,魔力脸色骤然变了。 秦晨这家伙,找死不成? 那些死灵石像的攻击,他们先前不是没感受到过, 虽然外围的仅仅是中期巅峰大地修为, 可却无坚不摧,足以撕裂一般后期大地的攻击, 秦晨这么硬抗,必然要重伤。 然而下一刻,让魔力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之前还被这些死灵石像瞬间轰出来的秦晨, 这一次竟是硬生生抗住了几尊死灵石像的攻击, 毫发无损。 什么?魔力眼珠子瞪圆了?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之间,秦晨防御竟是变得如此强大了? 不对,这其中定然有别的原因。 漆黑之地。 秦晨用后背硬生生扛住了几尊死灵石像的攻击之后, 心中也是一喜。 自己的猜测果然是对的, 那些死灵石像果然和那一位有关系, 他之所以安然无恙, 不是他的防御突然间提升了一个级别, 而是因为先前在攻击向他的时候, 这些死灵石像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东西一般, 突然减弱了攻击强度。 看起来是全力出手, 实则破坏力仅有之前攻击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So! 一击扛住这些死灵石像攻击, 秦晨身形如电, 暴射向中间的死灵长河本源。 在秦晨接近那死灵长河本源的同时, 一尊尊悬浮在这虚空中的死灵石像 纷纷苏醒了过来, 目光锁定秦晨, 骤然进攻而来。 这些死灵石像在攻击接近秦晨的时候, 骤然感受到秦晨身上的气息, 急忙纷纷减弱了攻击。 扑扑破! 鲜血飞溅, 秦晨身上瞬间被切割开来一道道的伤口, 极其的惨烈。 后期大地级的修为, 秦晨看向那些靠近内围的死灵石像, 微微变色。 自己先前的猜测果然没错, 越靠近死灵长河本源, 悬浮在四周的死灵石像修为就会越强, 之前攻向他的几尊死灵石像释放出来的气息, 竟是已经达到了后期大地境界。 不过好在这些死灵石像在感应到自己身上的力量之后, 会撤回大部分力量。 可饶是如此, 秦晨身上亦是瞬间添上了许多的伤口, 鲜血肆意喷溅。 但他却质弱网闻, 拼命略向核心的死灵长河本源所在。 这些伤口虽然看起来恐怖, 但实际只是一些皮肉伤而已, 并没有致命的伤害。 对秦晨这种从凡人大陆一步步成长起来, 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强者而言, 这点伤势简直根本就不算什么。 So! 秦晨身形如垫,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迅速逼近死灵长河本源。 他, 秦晨怀中, 宁木瑶被紧紧抱着, 他的脸紧紧地贴在秦晨的胸膛之上, 一股男性强烈的气息迎面来, 那种温热的身体触感, 让宁木瑶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长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抱得这么紧。 滴答! 突然一滴水滴滴在了宁木瑶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血腥, 是秦晨的鲜血。 此刻秦晨的后背和手臂 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 虽然都只是一些皮外伤, 但看上去却极其地惨烈。 秦公子他, 为了我受伤了, 看到那些不断流淌下的鲜血, 宁木瑶内心俱阵。 你, 让我出去, 这些死灵石像不会攻击我的。 你不需要保护我, 宁木瑶急忙挣扎开口, 要从秦晨怀抱中挣脱出来。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挣脱, 却发现自己被秦晨抱得更紧了。 别乱动, 我知道这些死灵石像不会攻击你。 秦晨突然低头道, 你知道。 宁木瑶一正, 抬头惊愕看着秦晨。 这片死灵国度是你所见, 外面那些名神留下的虚空气息 也听从你的指挥, 很显然。 你和这冥界曾经的名神 绝对有某种联系, 虽然我不知道, 你和名神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想来, 这些守护着死灵长河本源的死灵石像 并不会攻击你。 而你之所以无法吸收这死灵长河本源, 应该是别的原因。 秦晨看着宁木瑶猜测道, 宁木瑶瞬间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不受这些谷之地向攻击, 所以你故意拉我进来, 是为了让我当你的护身符的。 秦晨苦笑道, 算是吧, 那你还护着我? 既然你知道, 我不会被攻击, 假如把我背在背上, 你不是一点伤害都不会受了? 宁木瑶看着秦晨道, 可万一呢? 秦晨低头看着宁木瑶的眼睛, 摇头道, 毕竟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万一并非如我所想的那般。 你又如何能挡得住那些死灵石像的攻击, 就算是那些死灵石像会及时停下攻击, 可一旦收力不及时, 不小心伤到了你怎么办? 我绝不能冒这个险, 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秦晨认真地说道, 闻言, 宁木瑶顿时震住了。 他看着秦晨, 心中涌现莫名的感觉。 说秦晨对他好吧, 却利用他对抗那些死灵石像, 说不对他好吧, 明知自己能更安全的情况下, 宁愿伤成这样, 也不愿意尝试将他挡在背后, 原因是生怕他受到哪怕一点的伤害。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 在这死灵国度, 宁木瑶接触的死灵都是一些直来直去的, 就算是偶尔有些脑子的, 也是一些根本不懂风情的, 哪有像秦晨这么说话? 看起来精密, 可说的话却那么傻。 傻瓜! 宁木瑶正正看着秦晨, 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是什么滋味。 哄! 漆黑之地外, 诸多先行出发的明界大地, 此时也已经纷纷来到了外界, 目光瞬间落在了漆黑之地最核心的圆球之上, 那就是死灵长河本源。 好可怕的力量! 那些石像是什么? 先前似乎在进攻那杨尖小子, 莫非是守护着死灵长河本源的名位? 管他呢? 快! 那小子快靠近死灵长河了, 快进去! 最先赶来此地的诸多明界大地, 根本顾不得观察四周, 急忙就冲了进去, 迫不及待。 他们心中很清楚, 他们之所以能第一个赶来, 不过是占据了先行行动的优势。 一旦等冥藏大地和四级大地都赶来此地, 以他们的实力将彻底失去, 得到死灵长河本源的机会, 所以, 无不疯了一般, 冲入到了这核心之地中。 然而, 在他们进入这核心之地的一瞬间, 四周无数的死灵石像在感知到他们的气息之后, 进阶复苏了过来, 一个个暴略而来, 面无表情地对着他们发动进攻。 甚至之前, 围攻向秦晨的诸多死灵石像也是纷纷转身, 冲向着诸多明界大地。 秦晨周身压力瞬间大减。 好机会! So! 秦晨眼睛发光, 迅速逼近死灵长河本源。 另一边, 面对这些进攻的死灵石像, 诸多明界大地则是面露不屑, 毫不在意, 一个个疯狂飞略。 他们都看到了之前秦晨被围攻的画面, 被这么多多死灵石像围攻秦晨都没怎么受重伤, 显然这些死灵石像的攻击并不强。 滚! 那飞略在第一位的明界大地第一个遭到攻击, 只见他冷笑一声, 一拳轰出, 就要将面前的死灵石像给轰开。 然而, 当他的拳头接触到对方的兵器的时候, 他的脸色顿时变了。 噗! 啊!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天地, 然后是令人牙酸的冰刃入体声音。 在众人骇然的目光中, 那一名明界大地瞬间就被劈成了两半, 轰的一声, 当场化为漫天大道规则散移开来。 其他明界大地瞬间惊住了, 一个个停下脚步, 面露惊恐。 先前那杨坚小子被数尊死灵石像围攻, 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换作他们这么轻易, 就被斩杀了一尊? 而在他们心中经济之时, 其他的死灵石像也已攻来, 顿时间, 惨叫声接连不断, 当场就有数尊明界大地被一刀两断, 极其凄惨。 既然是有数尊明界大地的事, 所以让他们尊明界大地被一刀两断,